当我们的文章编辑好,我们要给其他人的时候 假设你给的是,不管是DOC档或者ODT档 DOC档,使用者很可能他没有商业软件的版本 他不能看,那你给的是ODT档 你给的是ODT档 他也不一定,他还是需要下载Write才能看 那有没有比较open的格式,他可以 在他电脑上面就可以直接看了 基本上我们这边有一个汇出 这边有一个汇出成PDF 事实上汇出的作用差不多是这样 那你可以选择我要汇出的档案格式是什么 看标准文字档 PDF档 SML档 各种这些都是属开放格式的 PDF的Reader,大部分电脑都有装 那没有装他可以自由去下载 TXT档就会比较会有问题 为什么?因为TXT档他可能 只有纯文字,如果你里面有图片就比较麻烦 SML档他档他档案又会比较多一点 或者是说他用网页格式的方式去夹带 那你可以利用浏览器来看 那 JPG档他就变成一张图片了 Write的SML档 这个是存档格式的时候他是用SML的 那个档案 页签来去做储存的 PNG档这也是图片档 所以你在汇出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很多的方式来做 那我们比较常用的是汇出成PDF档 汇出成PDF档很多人 大部分人的电脑都有安装PDF的越南的程式 所以我们汇出 那我们放在桌面 假设我们放在桌面 选择储存 那我们还没储存之前 我们先来看我们桌面是没有东西的 我们回来这里 按储存 然后他这边有一些选项 JPG的品质多少 这很重要 假设蛮常有人在编辑文章的时候 他插入的是相片的原始档 那现在的相机呢 画数都高达千万画数 所以造成他的档案会非常非常的庞大 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平常在监视器上 我们不需要用这么高品质的档相片 因为我们即使相片品质达到很高 我们人类的眼睛也没办法分别那么细致的东西 所以我们输出成PDF档的时候 你要做一些减肥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动作 JPG档要压缩多少 然后 一个DPI 这也是造成 你的档案非常过于肥大的一个原因 这两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要不要签伏水印 要签就把它签进去 所以PDF的一些设定我们这边都有 蛮不错的东西 那你也可以 点一下其他页签看你需要的一些设定 比方说 假设你要设密码 PDF你要设密码也可以 数位签章看你要不要做 那我们比较常用的是在这一个页签 然后 最后汇出 好汇出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这里 找到这个 那目前我的 档案格式是PDF 因为我这台没有装PDF的 阅读器 所以它目前是用浏览器来开 等你装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开启PDF的档案 这是汇出 推荐 所以 艇 阿 设计